各位親愛鄉親胡蘿兄弟姐妹大家好 北海道郭島到台灣短暫的停留幾天之後 馬上又要回到北海道了 回來想說是一個小飛機啊 結果這是全新的第一次飛北海道 座位上的號碼直接寫在螢幕上面了 整個飛機都是新的味道 這個機型叫做A321NEO 很不錯喔 坐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照正常上飛機就先睡一下 然後再吃個排骨飯 配個台灣啤酒 就看到了北海道的大地了 在我離開北海道之前 葉子都還很綠 現在越來越黃了 越來越紅才對 而且越降落 越下降的時候 更加的紅啊 整個秋天尾聲的到來 很清楚可以感覺到這個氣氛了 再來就要迎接下雪了 要趕快回家換個冬天用的雪苔 飛行時間大概三個鐘頭而已 很快準備降落了 這裡是新千歲國際機場了 沿路的樹葉都是紅色的 先去吃一碗味噌拉麵 花一個小時之後 到了家 就趕快準備工作了 把冬天的輪胎拿出來 自己換喔 我有兩台喔 都自己換 現在一個小時內 就可以換好一台了 左邊這個就是雪苔了 再把夏天的輪胎洗乾淨之後 隔天又是好天氣 馬上來來到北海道第一學府 北海道大學 陽性大道 黃色的地毯在迎接我 再晚幾天來 可能全部的葉子都掉光光了 這時候正美啊 進來之後也是疫情的關係 請勿大聲喧嘩 中間的道路也不開放給人走 所以咧 只能在兩側的道路拍攝 想必在這邊念書的學生 都非常的幸福 每天都可以經過這個 銀杏大道 觀賞這個漂亮的黃金葉 銀杏大道雖然不長 只有580公尺 一共種了70株的銀杏樹 在這個1876年成立的學校 一直到現在有100多年的歷史了 這銀杏樹的樹林 很多也是都有100多年了 學生的人數 目前有19000名左右 另外還有4000多名的教職員 在這個地方啊 這個北海道大學 也出過兩個諾貝爾得獎人喔 非常的不容易 相信在日本開放旅遊觀光後 有些人可能很多已經迫不期待的 來到了北海道 也觀賞到這個美景 享受這個氣氛 還有北海道各種的美食 真是太幸福了 想到我去年來的時候 北海道的感染人數還非常的少 今年又開始變多了啊 前幾天還破了紀錄 一天北海道有9000多人中獎 所以有來這邊觀光旅遊的 各位 防疫措施 海景都做好了 千萬別大意 這裡是很無敵的景色喔 秋天必綁景點 北海道大學 銀杏大道 果然是北海道第一黃啊 後面的時間 就讓大家好好的欣賞這個 北海道第一黃的銀杏大道 黃金葉 devant所有其他人 波少也移民 明 arrangement 剛剛 студora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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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大学的银杏大道 每年都吸引着很多的观光客 那今年啊 已经相隔三年举办了金夜镜 也就是晚上打灯啊 不过在那个10月29号 30号就这么两天 而且叶子还没变化 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打灯了 所以我没有看到啊 没关系 明年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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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しましょう 喔~~ 這個北海道大學對面的全家 然後付錢就好了 又來到了中島公園喔 這裡的風紅夜是非常讚的 行きましょう 過於北海道雜黃市中心的中島公園 夠黃吧 每年的秋天都是鋪著黃色的地毯 上面也黃下面也黃 是整個充滿豐富自然景觀的綜合公園 除了是一個大型的公園以外 它裡面還有日式的花園和倉卜池 也有神社天文館音樂廳等這些設施 有沒有覺得這裡比北海道大學更黃 從庭園景觀還有藝術文化設施到運動場地等一應俱全 也因此相當受到雜黃市民們的喜愛 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提供休息和放鬆的城市公園 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地下鐵出口就直接是公園裡面了 開車來的話附近也有很多收費停車場 在這裡可以體驗到深入雜黃市民們的休閒日常 我們在這邊加ți unvaccive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难想象吧,这里冬天全部会结冰哦 那夏天可以划这个小船 现在秋天就是看 看你喜欢的东西而已啊 它掉了,不好意思 平信果呢 好多人在剪,还剪那么多 今天的银杏觉得如何呢? 应该说今年的银杏觉得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今年的中岛公园的银杏 比北海道大学的银杏大道更黄更漂亮更好看哦 天气好真的就不一样 你们觉得呢? 那么我们再次见一会儿 是谁自己知道啦 有拍给你们看啦 呵呵呵 是你不一样了 你不一样了 是你的游客 你不一样了 是人物是不是